你听到普瑞泽这样的讲话的时候 听起来似乎对民进党来讲应该会很刺耳 可是你要知道普瑞泽这一次到台湾来 固然他也接受了台湾比较偏蓝的媒体的邀请跟访问 可是主要邀请他的是台湾深绿的独派的智库 邀请普瑞泽来台湾 因此他的讲话是在一个绿营非常清楚的知道 普瑞泽会讲什么而邀他来 我简单讲普瑞泽讲的是民进党现在要的 民进党因为他自己要做他自己的路线的转型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对自己的支持者交代 因为过去对自己的支持者那种灌台独的迷汤灌太多了 现在他要换菜单的时候 他对他支持者说不出口 所以借着普瑞泽的嘴巴来讲出 他要去说服他自己支持者的话 普瑞泽的讲话反而预告着 民进党在选战的这一年选举的这一年 基于选举慎选的需要 民进党正在调整他的两岸论述 跟两岸互动的方式 因此他不是为难了民进党 相反的民进党用了普瑞泽的嘴巴 讲出了他想要听到的话语 好的主持人